你们呀 你家我休息在家呢 我老头出去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进屋说吧 快点 这啥事啊 火烧钉子的咋的了 出大事了 要不我能这事打完吗 我现在都不敢见人啊 啥事啊 我跟你说 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 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 别转一脸 你说这事吧 咱们俩走在雪地上 你没走几步 突然就晕倒了 我一看这没事了 我一面打120 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 咋的 我能看见了 不但要已经看见了 拍上了 传网上去了 可能应该是拍雪景 把咱俩给烧上了 最可惜把照片给放大了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 那字咋写的 一队老情人 狂吻在冰天雪地里 你说你也是 当时你别看了他 出发有没有照相的呀 你说啥 当时我是救你命呀 你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啊 当时我要知道 你给我做人工呼吸 我还不如啊 一下子过去就得了 你这说话咋没良心呀 大哥 认真点啊 你上我家来 你啥意思呢 你说吧 啥意思呢 你是我救过来的 这回你也得救救我 我咋救过 你得承认底下那个女的是你 哎妈呀 大哥我跟你说啊 那可绝对不行 俺家老头啥样 你也知道 小心眼啊 你说你把这个事告诉他 肯定乍命 回来得气死他 兴得跟我干仗 宋得也得跟我离婚 大哥 你救我老妹子感谢你 你这么点 救人就到底 这事吧 你就自己担念得了 你别说 底下的人是我就完了呗 我我不说不行 那我成傻人了 我儿媳婚 可我儿子不得黄吗 那我儿子儿媳婚 知道不也得黄吗 你黄不黄 你得把这事 给我成情了啊 你这傻人呢 你这是 你黄不黄 你真是 他都傻你 大哥 你过来来 小言呐 这就是我跟你说 那个好人 王大海 你好王叔 你好王谁 最海 那不是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家 他是个老光棍的 他哪有媳婚人 你咋啥 我这找你 不有事吗 我还正找你 你记者上你家 找一圈没找到 行 上我家待一会 没想到你改字 你介绍一下 那个 是这么回事 我们报社啊 举办一个活动 要评选社区好人 我宋叔极力推荐您 说你是个大好人 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事迹的 你们是为这事来的 对呀 推你来啦 王叔 那咱们开始采访 采吧 那就采 你坐着采 坐着采来 你坐着 谢谢 坐着采 王叔 听说你在社区 做门为人搞调解 我就是闲的 我茄茄的 我东家调西家调啊 调的一堆麻烦 咱就说那天的事吧 那天的事吧 也没啥说的 我大哥这个人呢 他就是谦虚 对 大哥这个人呢 是个好人 他的确是谦虚 咱就这么说吧 就他这点退休金 再加上他平时 捡点瓶瓶罐罐 卖那么点钱 就这经济条件 还报了六个老太太 这个服装费 你把话说全了 行不行 是什么事呢 记者同志啊 我们社区要搞文 一演出 我给买的服装 算我老伴 包起一个 我老伴是单包的 但给我老伴 做个旗袍 脑袋运了 那旗袍啊 就那开箭 到这 你说那是开箭的 那啥这么事 那天呢 我当报幕员 穿的呀 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那个采访差不多了 大哥 你家不有事吗 有啥事 我采访 得死 这采访 我也没说人话呀 对不起 我激动 你说你说 你别给人家瞎惨了 记者 你踩的 踩的 那个 记者啊 这个事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其实吧 我大哥这个人跟你说 就是咋的 说的少 他做的多 对 大哥这个人 真是个好人 原来我啥人 我告诉你啊 我那小心眼 像真饼人似的 那我老伴跟你说句话呀 我都是压抑半年呢 都抑郁了 你看现在要大哥给我调整的哈 就我的心态哈 老乐似的 没有 认为唱个歌呢 我先学一首歌 你给我给你唱啊 你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去看那美丽的歌声花 去看那美丽的歌声花呀 等开开雪山上 来 坐上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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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着吗 我都给调疯了 你就这么说吧 就没大哥呀 就没有我今天呐 就没有大哥 就没有老伴这条命 啊 这么说 我王叔还救过我宋婶的命 可不是咋的 就因为救他呀 我我我 可不是吗呀 我跟你说句句啊 说 就这么回事 要没有我大哥 给我们两口调解 我根本都没发火 你看我老头那小样 哎呦 人小心啊 还小呢 我跟哪个老头说话 哎 这就是我跟他有事的 我瞅哪个老头两眼 是我跟他飞眼的 我又打个电话 让我按免提 看看对方是谁 有一天我生气的 我就没给他按 你就得按 我就不给你按 你就不给你按 我当时咔嚓一下 给我谁打了 电话还要我拽洗碎 然后我住人家去走 他一走我就蒙圈了 还玩呢 这肯定是有缘呢 还不是啥意思啊 我想不开了 我就把他窗一咬踹 就收一下我就出去了 啊 跳楼了 嗯 你咋不好好想想啊 哼 没跳出前呢 我啥都没想 等我跳出去以后啊 不想连骗子呀 我就想 我这一辈子 就这么玩了 那回去 还能回去了吗 就当那地为地呢 还能倒回家 是 那咋不能 你家住几楼啊 二楼 二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 直接就下去了 你是不是没跳过 你超级没经验 不信心你回家 你跳下去试一下啊 就人在跳楼那时候 思维特别敏捷 是啊 你给我怎么忘了 跳到哪呢 一楼半 你看看还能想起别的事了吗 对 那时候我就已经跳到一楼半了 到一楼半那时候 我还想啥呀 就往下掉 胡同一下 就着陆了 当我睁开眼睛以后啊 我就看了眼前的 哗哗草草的呀 我一看就是来到 另一个世界了 咦呀 太阴呢 正陶醉呢 我就发现 屁有点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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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低头一吵 骂呀 有个天使 天使 我 当时我给楼下浇花呢 他给二楼搜家就下了 一屁我就砸我身上 我住俩怨怨 他啥事没有 腰座太烦了 你这都能夺的了 谢谢同志啊 大哥这世纪养的 采访差不多了啊 这个你家没有事儿吗 赶紧回进去 你老年我干什么来 你说我这关键事还没说你 你还有啥关键事 你说这事我要不说的话呢 你说你要平衡那社区好人 我就平衡那我不也是坏人吗 快说快说快说 但是我怎么说呢 你说我长一千个嘴 我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吧 啥事啊 别说我成傻人了 来你们看看这个 你就明白了 哎 怎么 啥瓶子 你瞧瞧 那是你吗 那人 是我 哎呀 那别的是男的是女的啊 女的吧 啥子都能看出来 你想哪去了 你瞧我都提成这样 我那是救命呢 给他做人工呼吸呀 到底咋回事啊 这是 救人呢 他心当病犯了 当时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就让别人给他拍上了 就传网上去了 现在这事我跟谁说 也也不信 你说你个完蛋吧 这是好办呢 你把你那个自嘴獠牙 那跟你找出的 给你证明一下 不就碗刺 就是人 找着了 人家不承认呢 为啥呀 人家说 有儿有女 无法面对 最主要是 他有个老头 心眼小 怕两头打仗 闹离婚 说的话丧良心 怎么玩呀 给你把你老伴救了 你还有多不小心眼呢 踢死我 你这流血咋的糟 喂 那兄弟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我现在就这么个人 大哥 那我问你 如果你是那个老头 你应该怎么办呢 义无反顾的站出来 这事大哥 你不用担心 如果那个自嘴撩牙 他要不承认 老伴 顶上去 就听大哥证明一下 兄弟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不用顶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 直嘴撩牙 救他 就是你姐妹 我救他呢 你看 考验我 别闹 咱们 我可以帮你 盯上来 但你别等真了 兄弟 记者也感觉 来 你们核对一下 看是不是 来 你帮我放大 我看看 一码 你看这眼睛 这雾子还搁这 你看 主要是 吃吃嘴撩牙 你干坏啊 你干坏啊 那死你你为啥不早站出来呢 你看把大哥奶昧的 蛮老挂死汉的 你做人得讲良心呢 我怕你生气 你不小心眼吗 哪想 斜刀三 你哪想 咱们哪 不能像社会上某些人哪 捕风捉样的 把好事给说成坏事 那以后这个社会上 谁还敢做好事呢 咱们这个社会呀 需要正能量 需要大哥这样的人 老伴 你就记住老头一句话 只要你不离不弃 我就生死相依 老头大 你干啥去 我站两台上 透透气息 老头大